手游酷玩 我为主来围绕他们去猎捕僵尸 暴头僵尸 只要你没打到他出现空隙 他就会跑掉 所以这个家伙还是比较的 有一些小聪明的 这里可以看到有个鸟 右边这个冰雪城堡 里面有僵尸扔出大脑 准备用这个地浆网一波抓了 小鬼出现 一波抓 这个高地的优质势还是不错的 好 这边也是稳定瞄准 那么下边可以看到 这个僵尸 咱们从他的脚下穿过去了 差一点让他也跑掉了 好 咱们来看一下 这边还有什么僵尸 什么都没有了 那本贵也是完美过关 僵尸烈手的话 我个人给出的是四星评价 那么整体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游戏 横板闯关 那唯一的这个取少异星 是他的游戏流程 实在是太长了 那其实不课金的话 整体流程需要玩很长时间 如果有课金帮助的话 那么还会快一些 但其实也快不到哪去 如果纯课金玩 就没有这个游戏的实际意义了 那么这个游戏 它就是一个慢性子游戏 让你慢慢的去品味 猎谱僵尸 完成任务去升级的这个感觉 好的 出来一波累将往 完美抓捕 所以的话 它这个新游戏的新关卡 它并不是围绕着新图 这种猎谱 唐人街 那它的任务 会不定期出现老图的任务 咱们需要去完成老图的猎谱 这一波出现这个血球僵尸 千万不要慌 咱们在空中尽量的去躲避 它扔出的这个血球 这样的话 才可以获得一个更为巧妙的 一个 算是比较好的 这么一个方法吧 能更好去躲避 好 本关的话 也是完美过关 咱们准备前往下一关 这里的话可以去对决这个BOSS大战 或者是来选择去猎捕 继续猎捕僵尸 把这个东西咱们派遣到沙滩 因为他们要求我们去炸 炸之这个沙滩的僵尸 所以说咱们要把这个机器 全部让到 去让到这个沙滩 这样的话 才可以去获得一个 更好的一个僵尸 因为如果你不获得的话 那么等级也不会提升 他也不会去解锁新装备了 好的 也是完美的一关的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订阅手游酷玩 在这的话僵尸王 咱们还可以先留一下 大家准备以后再猎捕 这边的话也没什么东西 咱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还有什么僵尸 可以去更好的一个抓捕他 好像没什么东西 那这个的话是不够 咱们需要等待 在完成 那在完成之际 咱们来看一下 有什么僵尸可以去抓捕 那这个雪地又好了 咱们来雪地抓捕一拨 扔出这个大脑 咱们试一下 这个一拨直接抓掉 看看有什么一个新的效果 走到头 然后把东西扔出来 把这个地雷扔出来 然后把这个大脑全部放出 然后让他们往回走 把他们赶回去 赶回去 快快快往里走 前面正等着你们被电呢 快去迎接这个电疗 好漂亮 全部被电疗了 其实咱们可以多电点 这个稍微还是有一些少点 那么下次一定要更好的去 多连击 那甚至如果是一马平穿的这个道路 咱们甚至可以十连抓呀 那么将会是非常壮观 那这个武器的话 只要有人有僵尸 他就会电掉 那最后一个要求在这 咱们准备一个王 猎疆王 漂亮 想跑 要跑吗 差一点跑掉了 那本集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或玩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手游戏